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我们的Patreons 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就没有这一集的故事 没错 下面我们来听故事 采访卢安克 采访卢安克 卢安克 德国志愿者 从1997年起 在中国 之教 2013年的冬天 他离开了中国 回到自己 生他养他的家乡 从2003年到2013年 他在广西山区最贫困的村庄之一 东南县 板烈村 板烈小学 给那里的孩子上课 没有住房 没有工资 除了一个月 一百多块钱的支出 他翻读书 他翻译书的收入 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在2009年和2013年 他接受了柴静的两次采访 2009年 采访 你不喝酒 不赌博 不恋爱 不吃肉 如果你不为这些 那你为什么生活 有更大的乐趣 有能比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 那家人就是他的后代 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 那学生就是他的后代 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 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当年坐拖拉机出山时 他曾经遭遇严重的车祸 同车人死亡 而他的脊柱 缩短了三厘米 像2004年那场车祸 一般人也会承受不了 对吧 我反而觉得 这次车祸就把我的命和这个地方联系得更紧了 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了 就把我自己交给他们了 有的人来到这里 就总会觉得搞不下去 肯定有一天我要走了 我觉得不能 我的命好像跟他们的命连在一起 如果走掉呢 走掉就没有命了 但是三年之后 卢安克写信给我 说他可能会离开板列 我们来到广西 与他相见 2013年采访 你还好吗 又好 又不好 见面时 卢安克没有多说自己碰到了什么事情 他只是说 在此之后 他可能会告别板列 甚至离开中国 不再支教 他现在只想多跟孩子待在一起 就约我们一起去了小罗家 这是他班上最内向的一个孩子 小罗的母亲在海南 靠挑香蕉赚钱 父亲在本地打零工 常常不在 有一些智力障碍的哥哥 跟他在同一个班 还有一个三岁的弟弟 托隔壁的老人照看 卢安克在周末的时候 和兄弟俩一起种菜 养猪 放羊 还在上小学的孩子 平常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家里没有别的菜 只有前些天的一些扁豆 打算摘了 和小西红柿 吵在一起 卢安克 与我上次见到时 有些不同 不太愿意说话 常常常只是沉默 我来的路上 我也在想 我想你这次可能心情 跟以前不太一样 是的 有一些压抑的 记得上次采访的时候 你说这个地方有你的命 要是离开了 命就没有了 从心里来解释 是这样的 你当时离开学校 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跟孩子 就给他们说 那个是我老婆的选择 我这才知道 2010年 卢安克已经跟相识多年 并且同样在山区服务的 一位中国女志愿者 结了婚 当时两个人都希望 能够在山村一起 为留守儿童工作 但是时间推移 年龄增长 妻子慢慢希望 能够安顿下来 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希望她离开版列 找一份能够养家的正式工作 故事讲完了 听故事说中文 听得越多 说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 采访卢安克 采访卢安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iTunes上 给我们写好评 订阅我们 也欢迎您在 Instagram上 关注我们 我们得到的好评 和关注越多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听故事 说中文这个节目 没错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 把我们的节目 推荐给你的老师 同学和朋友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知道我们 帮我们做成世界上最好的 学习说中文的播客 听故事说中文 听得越多 说得越好 我们下次再听 下次再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